MELOPHOBIT WITH YOU YEAH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Sankai Thank you 原本我們一開始 我不知道他走那個商務通關的時候 我是想要提合大家去機場送機 那後來 我原本的計畫是這樣子 那我禮拜五 我在跟他出公益活動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我禮拜一天去送機有不OK啊 他就跟我說 在飯店門口歡送會比較好 對啊 因為他應該會走那個旅律動道 所以 在那個旅館的 在那個酒店的門口 會比較好一點 他是這樣跟我講 所以他昨天還跟你們每個人這樣合照 對 我嚇死了 對啊 因為我原本預設說 他可能就是跟大家拍張大合照 因為他原本跟我講說 他是2點10分的保護車要走 所以我們 那個1點去那邊集合 然後呢差不多2點1點50分鐘下來 然後我想說 我們就拍個大合照就好 因為我拍一條大的時間對不對 結果 沒想到遇到下大雨 然後遇到下大雨 然後喊一個了 一個一個我們帶來合照 就是大合照完之後 然後喊哥就立刻請大家排隊 然後就全部的人都合完照他一走 我想說沒關係嗎 我就跟 我就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喊哥有特別留時間給我們 他 是那個25分才搭保護車走 他跟我講2點10分 也就是他一直有留至少15分都給我們 你那個光劍就是已經有送給他了嗎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我本來自己的人生志願 就是希望可以把我自己的作品 送給有演過心戰的演員 主要是因為光劍而認識嘛 然後他要知道 我有長期在做公益活動 所以他才約我說 做公益活動的部分 有沒有他能夠幫忙的地方 還有了醫院的快散 因為我們禮拜五的時候去醫院嘛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是去尋病房 因為很多小朋友其實因為這是快散 小朋友都不知道嘛對不對 所以很多小朋友是剛治療完 在休息在睡覺 然後喊哥選擇回去找他們嘛 但是因為有些小朋友中途醒過來 醒過來之後就會把喊哥通常過去 所以那一天就是 喊哥就是走了五六個樓層 然後一直來來回走來走去那樣子 然後我問他說 你會不會累啊 他說不會 結果呢 我們一回到保姆車上 他立刻睡著 而且 因為我們在那個禮拜五 禮拜五在討論的時候嘛 我們在聊天嘛對不對 他跟我講說 他其實沒有把我們當粉絲在看 他是把我當朋友 他是把我們這一群人當作朋友在看 所以 他希望他在台灣的時間能夠盡量跟大家合照 對啊 他真的很棒 超暖的